这是剑衫 剑衫是一种常见的插花工具 大约有八公分的直径 将枝条直接插入剑衫中 还是有讲究的 枝条一定是要直立或者倾斜 或者有曲线的插入 像这种引扭的枝条 它的枝干都比较粗 所以直接插入剑衫的钉子之间 就可以了 插入枝条的高度 是这个盘子的高和直径的一倍半到两倍 插入的引扭枝条 它的形态也是有所不一的 有的是往左倾 有的是往右倾 它们之间也要有一定的互动 插好主枝条以后 还要插入侧枝 侧枝的角度大约是45度 往前倾斜 除了组枝和负枝以外 我们还要加一些辅助枝条和叶片 这是高山羊齿的叶子 高山羊齿的叶子 枝干就比较细 就非常不容易插入 所以我们要把它插在它们的缝隙之间 相互有一个支撑才比较稳定 在空隙的地方 我们还要补一些枝条 这样一个简单的 银柳插花的盘花就做好了 喜欢今天的分享 请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